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 两到三个礼拜 那不管你是新朋友 或者是老朋友 都非常感谢你来到我的频道 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收看我的广告 都是最直接 能够支持我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想了解 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我会非常推荐你 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 订阅我的电子道 如果你是想要询问 有关于天使传讯 心灵咨询服务 或者是想要支持 我的香氛品牌 订购大天神 人家蜡烛的朋友们 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都有详细的连结跟说明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 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决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 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 具细迷移 去形容到 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 不是一个会按照 排阵跟排域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 其中的内容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在影片下方打开字幕 如果你觉得我的语速过快 可以到下方进行一个调整 那如果你觉得 我声音太吵声 请你戴上耳机来收听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 牡羊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e 今天这个影片 是要给牡羊座的 双生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到 给牡羊座的朋友们 来开场讯息 想提供一些少少的资讯 为你带来大的帮助 美好 好 牡羊座的朋友们 我个人感觉 在这两周呢 你对于吃内脏类的东西 特别感兴趣 比如说大肠包小肠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比如说我看到 就是大肠包小肠 像这种大肠香肠类的 然后还有这种 我们去切乳味那种 内脏的那种东西 感觉你好像特别感兴趣 好吧 OK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牡羊座的朋友们 我感觉在这两周啊 绿色的颜色蛮适合你们的哦 而这绿色的颜色会让你有一种 被抚慰的感觉 心情方面除了会被抚慰之外呢 我也会觉得 你好像会觉得比较容易放轻松一点 所以呢 在这个服装啊 配件啊 饰品啊 甚至是水晶的部分 你都可以多多灵活去配戴这些绿色的这些圆件 好吗 好 那第三个呢 要给牡羊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 呃 这是什么草啊 呃 你们有一些人可能吃一两周啊 会特别喜欢薄荷 如果没有看错那个草的话 应该是薄荷 薄荷的叶子应该是 圆圆小小一片这样子 OK 就是最近你可能特别喜欢喝薄荷茶啊 或你刚好最近家里阳台啊 种一排都是那种 呃 那叫什么herb 就是那个草 我知道怎么说 OK 不好意思 我有说中文英文会打结 OK 就是类似像那种花草啊 是比如说迷迭香啊 罗勒啊 你可能就会种一整排这样 我觉得你最近对那种东西蛮有兴趣的 那特别是在薄荷这个部分呢 我感觉你好像最近会特别 比如说做菜啊 经常会用到这个香料啊 或者是比如说最近很喜欢喝薄荷茶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好吧 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 那绝对没有问题的 加一点香料多好吃啊 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 OK 你们有些人也会特别喜欢罗勒 OK 就这两个 OK 提供给你做一点参考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等一下 来 这两周白羊座母羊座的朋友们 你的挑战牌卡是这个影视牌卡 这三种能量牌卡 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战车牌卡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的宇宙 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母羊座的朋友们 做一点小小的协助 OK 请稍等我一下 让我去感受一下你的能量场 好 哇哦 太有趣了 母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 如果你有兴趣 我会建议你 如果你有感觉 你需要去看宋女座朋友们的影片 我会建议你去看 因为你没有太多能量场跟牌卡是重复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 OK 所以我会建议你 如果你有感觉想要去看 你就去看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感觉想要去看 那就不需要 好吧 OK 因为这不是给所有的人的 OK 好 请稍等我一下哟 母羊座的朋友们 我个人会觉得你们这两周呢 的挑战之所以为什么会是影视牌卡 原因是因为这个影视牌卡给我有一种就是 你在寻找一个出路或一个解决方法 或者是一个能够解套的方式 OK 那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你可能要套用在你自己的状况当中 而且这个解套的方法 或者是你在寻找的这个方案呢 它其实会让你感觉到 心灰意冷可能有点太严重 但是我个人会感觉 你会觉得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得到 或者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看到一道鼠方 这是这个影视牌卡给我的感觉 因为呢 在这个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呢 你抽到的是Temperous 圣飞女王 还有这个宝剑酒 这几张牌卡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我个人感觉这个Temperous 有一种你想要保持积极正向 所以呢 你试着在这边调和这两个圣杯 你手上要拿两个圣杯 在这里调和的 OK 后面是有彩虹跟阳光 那你把一只脚放在水里面 然后你注意看哦 这个呢 是一个圣杯女王 她正在准备喝下她这个酒杯 那这边是一个宝剑酒 你躺在这个床上 这几张牌卡放在一起啊 我感觉哦 你好像试着把你的情绪 把这些不舒服的东西 你试着想要把它一影而下 然后呢 他们突然叫我看一下 OK 不好意思 他们叫我看一些细节 好 跟你们做一个解释 哦 原来是这样 好 所以呢 你注意看哦 这个圣杯女王 这边是有很多白色白玫瑰的 然后她把这个圣杯准备要喝下去了 这张牌卡就是有点像说 我在试着保持激情正向 我试着把我的这个 就是情绪都隐藏起来 或者是自己吞下去 OK 然后你看哦 你在这边假装好像 不是说你假装嘛 就是你当然希望这件事情和平嘛 大家都有解释方案 大家都相处的好吧 可是你把脚放在这个水池里面 好像就是有点沾一下沾一下 你就是很害怕说会不会这样子 那种不小心就爆发了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 其实我自己能不能够 在接受这么多 或承受这么多 OK 所以你试着在这边调和 又把脚放在这个水里面 那这个圣杯喝下去的意思就是说 没关系 这些都由我来承担嘛 这些我都容忍吧 或者这些我都接受吧 可是这边为什么有一个白玫瑰花呢 我个人会觉得 你好像有点 自己一个人 这边我要很直白跟你说 某部分的牡羊座的朋友们 你们好像在演穷妖小说 你把自己演成了一个 那个很悲情的那个女主角 但其实不用这样子的 这边呢 这个是圣洁的玫瑰花 圣洁的玫瑰花就是说 你是很单纯的 你是很没有其他的想法的 就说好吧 这件事情没人做 我扛下来做 好吧 你们没有人要接受这件事情的话 没关系 那我就把它收下来 我就来把它处理好 类似像这样 你是很单纯的一个想法 很单纯的一个做法 你不需要把它演成 好像穷妖小说的那个女主角一样 OK 这个如果你有一点点感觉到 你委屈 或者是你在演受害者的角色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 这是给小众的这个母羊座的朋友们 所以来到这边 当然你就把自己搞得 心疲力尽嘛 这就是保健酒的这个 意向在这边 OK 那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种长期压抑 或者是你这种 让自己身心俱平的状况 对你自己来讲 都不是很健康 不管是身心理方面 都不是很健康 所以呢 我会个人认为 如果假设这是你的 能量台卡的话 那我要觉得 这边要特别提醒你 你这个部分一定要想办法 比如说去释放也好 跟朋友聊聊也好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不可以拿这个 看似好像很积极正向 正面的东西 来掩盖这些东西 OK 好吗 好嘞 那这边某部分的母羊座的朋友们 有一个额外的小众讯息 在告诉你 你们某部分人是为钱而低头 OK 所以我并不是很清楚 这个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有可能你是为了 钱 你可能要养家活口 所以你为了钱而低头 只好不得不把这个责任扛下 你们有些人是为了 可能在跟对方谈一些条件 或者是比如说 像某部分的人 可能你们是因为 金钱上面的往来 所以不得不低头 这个可能要请你们去套用 在自己的状况当中 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 你撤到是恋人牌卡 撤到是钱必四 撤到是圣杯式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说 你刚刚那个Temperance 在那边缴获的 这个两个圣杯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爱人 OK 意思就是说 如果假设好了 我跟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我们两个要继续合作 我们要继续 比如说在一起 或者是我们要继续 能够共同发展的话 我们两个之间 总是要来点共识嘛 总是要来谈点条件嘛 总是要来说好 到底谁要负责什么嘛 是不是这样说 对吧 可是我感觉 你们两个人的状态 有点像是这个钱必四 跟这个圣杯四者 一个人呢 是充满热情的 或者是一个人呢 是觉得 想要用情感去打动的 另外一个人不是哦 另外一个人 是有点像是说 我才不会被你这种 比如说三言两语 或者是比如说 你这种热情澎湃 却没有实际作为 或者是没有实际的同户 或者是没有实际的资源 我不会的 OK 里面有一个人呢 我不觉得 他这个钱必四这个角色 叫做现实 我觉得他蛮实际的 但另外一个人呢 会觉得说 没关系嘛 你先跟我和好 之后有什么 我们再来说 没关系嘛 你先接受我这个意见 反正这些东西都可以解决 这个人哦 是不接受这种东西的 这个人注意看哦 他的表情是那种 你告诉我 你拿什么来跟我谈谈 不然我这扇门 是不会打开的 他在门口 就像一个那个守卫一样 就是在那边守着死死的 而且他没有放开哦 你看哦 他这个钱必两个放脚下 一个放手上 然后另外一个坐在屁股下 没有任何人可以拿走的 那这个人是很开心快乐的哦 很单纯的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很单纯的那个人 就是拿着圣杯说 来吧 我们来做朋友吧 来吧 我们来合作吧 那你注意看哦 这个圣杯四者是快要被这个大海包围了 你知道吗 这个海浪要 这样下来就把它盖住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啊 你们某部分的人啊 如果假设这个真的是你 就是你去想哦 这个圣杯女王啊 就是一个大海的统治者 他这些海浪这样冲过来的时候 是很可怕的 等于是你的情绪啊 水就是情绪 就被这些东西所淹没了 然后呢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在前面 我还没有看到这边的牌卡说 我就会觉得说 你好像就是强颜欢笑 好像就是哦 没关系啦 我来我来可以啦 那这个圣杯分你好不好 你看哦 我是这个圣杯女王 我分你喝一杯 我愿意跟你怎么样 我愿意跟你一起庆祝 我愿意怎么样 好这边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干嘛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一个人 很像是感性做事 一个人很像理性做事 一个好像拿出实质条件 另外一个人好像就是 在讲一个 怎么说呢 在讲一个很像是 比较梦幻的事情 所以我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要如何成为 这个恋人 这个蛮考验 你们两个人的智慧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为什么 你们要如何去找到共识 或者是彼此都会愿意接受的条件 这就是你的挑战牌卡 影视牌卡 这个影视牌卡 你可以注意看 它是在冰天雪地的一个悬崖旁边 对吧 其实呢 它是在悬崖旁边 很危险的 重点是旁边空雨一人 OK 冰天雪地当中 你说它可以找到什么东西 除了北极熊以外 应该找不到其他东西了吧 OK 那为什么 它会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原因是因为我感觉 你们两个人 其中一方 因为这个角色可以互换 你们可能要去套用一下 甚至可以轮流 我感觉啊 一直找不到方法 切入这个要点的这个人啊 它里面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很像心灰意伦 好像就是 就是 没有任何 觉得说 我都拿着这么满满的热情来了 为什么你这个人 就是连动都不动 连头发都被移动一根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为什么会是你的挑战 因为你要对付这种人 如果是应对这种人 真的要敲开他这扇门呢 是要有点智慧的 你拿着这个热情 拿着这个好像 哇 就是 他们假如不要这样说 他们说呢 你拿着这个热情 或拿着这个情绪 拿着这个爱 没有用的 对这个人来讲 没有用的 他要的东西 是很实质的东西 对吧 我们要成为一对恋人 好啊 谁要去工作 谁要在家带小孩 或两个一起去工作 或两个一起带小孩 或我们要怎么投资 我们要怎么买什么房子 或者是我们要 怎么样去分配 家务事 怎么样去分配 什么 比如说周末实践 这个人啊 是很讲究这种 很实际的东西的 所以你要跟他合作 你如果只是拿着 一个圣杯来 不够的 没有用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想方设法 在这种冰天雪地 看不见任何温暖 因为他就是很冷酷嘛 所以你要在这个 很冷酷的状况当中 在这种找不到温暖 因为你拿着温暖去找他 你懂我意思吗 你好像拿着热情 就是去取暖 好像有点像 热脸贴冷屁股一样 所以你要想办法 去解决他 来到未来的状况呢 你抽到的是 钱币使者 钱币国王 保健国王 好来哦 你看哦 现在呢 有趣的来了 为什么会觉得很有趣 就是好啊 你刚刚是不是说 这个人 既然他是这么实戒人 好好好 那我现在变成一个 钱币使者 拿着钱去找他 够大科了吧 对不对 更好笑的是 我刚刚说你 你不要以为 你拿这个钱币去给他之后 他就会说 好哦 我觉得看起来不错 我们来合作吧 不是的 这个人啊 转身就变成这个 保健国王 你呢 变成这个钱币国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带着这个钱币 也就是实质的条件 做法方式去给他 OK 接着呢 你们就变成王见王了 OK 你现在是钱币国王了 你现在在思考 啊 我现在这样子 会不会投入太多 会不会投入太少 会不会有什么损失 要不要有什么牺牲 这个人呢 就像保健国王一样 他把保健拿起来的 OK 好吗 要来谈 我们就来谈 所以他是真的会跟你进入到一种 就是 救世论世的一个状态 OK 这个时候你才发现说 哎呀 如果我 这个 影视牌卡 这个挑战没有通过 我如果傻乎乎 这边要提醒你 如果你傻乎乎 就说 他要钱 你就给他钱 他要条件你就给他条件 你没有想好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 你就会变成这个 在这边担心这个钱币的钱币国王 你会发现 他的表情并不是快乐的 但是呢 这个保健国王 却是充满着这种 来啊 我就在等你来跟我谈呢 你看他们两个人表情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你要找到方法之后 你还要去思考 因为影视牌卡象征的是一个智者 不是 不是傻不隆东的 然后就过去跟别人谈条件的 所以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当你呢从这个钱币四走到未来能量场 走到这个钱币四者是钱币五的 这个人呢 一样不太会给你什么好脸色看 或者是对你的反应就是这样 当你来到这个钱币国王的时候 就是你们真正要谈条件王见王的时候了 所以钱币四加钱币四者加钱币国王 象征的是钱币六 钱币六象征的就是我们两个人来共同合作 钱币三加钱币三等于钱币六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知道 哦 你终于拿出一些实质的条件 我们来谈吧 这个时候 他只是跟你谈 他门还没有打开 所以你要经历过这一段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有点辛苦 但是我不觉得没有机会 原因是因为呢 这边呢是一个cherry 这是一个战车牌卡 可是这台战车呢 是站在云端上 这个呢我要特别告诉你 你拿这些实际的条件去找他 你放下这个只有圣杯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去跟他谈一些实质的东西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又天马行空 讲了一堆东西 这个是要特别提醒你 如果你天马行空的话 这个保健国王 马上就会再回到这里了 OK 他又回到前臂师的状态 他就是在前臂师跟保健国王 来回来回来回 直到你跟他谈好条件为止 才会有下一步 OK 好 所以呢 你如果刚好最近有在交手这样 相关状况人数 事件梦想或目标 你要以一个非常实际 可行性的方法去做一个考量 好不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宇宙的验证牌卡 那这一次呢 宇宙验证牌卡 比较特别一点点 我呢 这边有很多副牌卡 那他们说呢 这一次 按照我的直觉 还有他们的指引 每一个星座 会有不同的验证牌卡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 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卡 可以来协助我们母羊座 白羊座的朋友们 有更详细的资讯在里面 好吗 好 他们说这个也可以抽一张 OK OK 好 我会跟母羊座的朋友讲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好像有点自私自利 很现实 或者是什么 但我跟你讲不是 他呢 如果是商人的话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商人 如果他是一个对象的话 他是一个蛮值得走长久的对象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 他没有那种感情上面的那种 怎么说呢 感情上给你那种很丰沛的感受 你跟他有点像是不太一样 OK 那我个人会觉得 有好有坏 纯粹是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好吧 OK 我会这样跟你说 你可能要用这个智者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你们两个有差异性 为什么你们两个会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点磕磕碰碰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要给你的一个提醒 好吧 好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OK 这张牌卡我来看一下 OK 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讲 你要找出一个实质的方法跟作为 原因就是因为 他这边是有写 就是刚刚告诉你去创造你的幸运 OK 我会觉得这张能量牌卡 反而有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你能不能够赢得了这一场 要看你能不能斗过他之外 还要看你是不是有这个真本事 因为这个人 我觉得不管你现在遇到这个人 是怎么样的关系 或怎么样的合作方式 我觉得他在找的是一个 我觉得他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 跟他类似的人 或合作伙伴 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接受差异化的人 但是他也希望你们在差异化存在的同时 能够从中去找到某部分 是你们可以达到共识的 其他的他不管你 我的感觉是这样 他不是那种就是一定要按照我的手 不是的 我觉得他是可以接受差异化的人 可是你们一定要在某个部分 或某一个区块或领域 好像要找出什么 这个可能要套入你们自己的状况 我的感觉是这样 因为这个能量场 我在回去读这个保健国王的感觉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子的给我一个感受 我没有说我不跟你商量 你来跟我商量看看 我在这里坐着等你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人是很霸道的 或者是很不讲理的 不是哦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有智慧 也就是你抽到影视牌卡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来 那这张牌卡呢 我来看一下 好来 这张牌卡呢 我个人会觉得 这个人可能会有一点点 我个人会觉得 这样应该有对到吧 OK 他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 伤及到 我觉得你的自尊性也好 或你的自信也好 或者是会让你觉得有点挫败也好 OK 我个人会觉得他这个人如果没有出现 也不会引发这个课题 或这个胃爆弹 当你去看见原来 你在哪个方面需要加强 你在哪个方面需要再强大一点点 所以我感觉这张牌卡比较有点像是说 你要如何能够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 把不足的补足 然后把这些 我觉得该适者灵活去变通跟运用的要拿出来用 因为我觉得这边很奇怪就是 我觉得这一个圣杯式则 也就是你过去这种状态 我觉得你有点不是很灵活 就是你遇到这个人是很灵活的 也有可能你很灵活 对方是不灵活的人 OK 这个可以对掉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 这个不灵活的应该要灵活一点点 我的感受是这样 OK 那来到这边我来看一下 来吧 好好的就是去相信他 这张牌卡你注意看 这边是有一个像豆芽吧 来这个豆芽是慢慢发展的 OK 这张牌卡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它其实是有发展性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它是有发展性的 可是你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受挫 可能自信受创 或者是因为他的态度这样 所以你可能就会有一种 想要打到回复的感觉 OK 所以我会觉得你看 这个很像是一个地鼠 它在挖地洞 它跑出来 所以你去想地鼠 它在地板上的时候 它一定要挖挖挖挖 很久挖出一个隧道 它才能够跑出这个土地上面来 就像这个枝芽 这个就是豆芽好了 会这样发展出来 所以我会感觉说 你要去想 这个地鼠挖 那个隧道是很长 很花费时间的 那你要如何去攻破 这个人心房 会如何跟他谈到这个条件 当然也是要花费时间 所以你要相信 你能够做得到 如果你在这边 没有通过我刚刚跟你讲的 可能他要让你学习 这个课题 然后你就一溜烟的溜回去 打到回复的话 那我个人就会觉得 就等于是有点可惜啊 OK 那当然这个最后的决定 是取决在你自己 那你这边还有两张牌卡 分别是圣杯十 还有这个权杖一 来 这边我给你看一下 这干嘛呢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对吧 如果你想要跟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谈到这样子的状态 那你必须要拿起你的权杖 拿起你的宝剑 对不起 这个是宝剑一 拿起你的宝剑 把他拿出来 干嘛呢 来 我给你看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告诉你 这个人是宝剑国王 你也要拿出你自己的宝剑的 你要能跟他这样子 门当户对的 他在找的就是这样的人的 跟他可以疲惫 可以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同样相等的 都是国王 所以你出去看一件事情 这边有一只狐狸 缠到在这一个 那个什么 不好意思 我要跟你讲 这是权杖 权杖一 讲错了 这个人呢 你要去想 你一定要拿出一个 怎么说呢 他们叫我这样给你看 对不起 我刚刚口误 给你更正一下 这一张牌卡是权杖一 来 他们说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说这样讲 你就懂了 你看 你要拿出你的权杖或宝剑 都无所谓 没关系 反正我不是一个按照 牌翼解牌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人是把宝剑拿起来的 你要把你的权杖也举起来 你懂我意思吗 OK 你去想象一个画面 就是这个国王啊 是举起这个剑 或举起这个权杖 发号势令的时候 他下面兵马才会往前冲 对不对 你看哦 你现在拿的是这个权杖 他们叫我跟你讲 你的权杖是放在椅子上 放在你自己的大腿上 然后在这边看 哎呀 这真的能投资吗 哎呀 会不会有损失啊 哎呀 我会不会又被他摆一道啊 你在这边担心这个 你的权杖没有拿起来 所以 你必须要像这个 这个前辟国王一样 你要去想哦 对我要投资 我要投入 然后呢 我也要把这个权杖一拿起来 OK 你要把你的权杖拿起来 跟他互相的 有点像是 不能讲说你们两个要对干 但是你起码要去跟他谈条件的时候 你要有这个气势嘛 对吧 所以你这个权杖一一定要拿出来 你才可能有机会去跟他谈到 这个恋人牌卡 才可能有机会跟他走到这个圣杯石 OK 所以呢 他们要用这样跟你解释 你就听得懂了 OK 因为呢 你这边是有权杖的 可是你没有拿出来用 OK 他要的是就是 我们两个人可以共同前进 我们两个可以指挥作战 我们两个各自有各自的王国 我们两个可以共同变成一个强强联手 创造更丰盛的帝国 他要的就是这个 这就是为什么 你的这个权杖一在这边很重要 OK 好 所以呢 你去看哦 他们叫我在额外补充一个讯息 为什么你的是这个权杖一 他的是保健国王 这就是刚刚前面我跟你讲的 你不需要跟他一样拿保健 OK 你跟他拿保健也可以 但是这个他们为什么要重复提醒你 就是他可以接受你拿的是权杖 他拿的是权 OK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这个人他是可以接受差异性的 可是你要如何去看待这个差异性 取决于在你自己 如果你觉得我们差异太大 我们不适合合作 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或是我们差异很大 所以我们很互补 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这个完全取决于你在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跟你交手的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所以最后 这边他们希望做一个补充 希望可以提供给母羊座 白羊座的朋友们做一个参考 以上就是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